做里长应该是 年轻友人应该是鼓励他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 是从想象踏入现实的过程 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虚弱像 体验里长的工作 将从认识环境 对环境产生感情做起 因为其实里长就是 帮你的左邻居解决问题 以服务为本的里长 将带领社会新鲜人 体验最贴近生活的人际互动关系 人生的智慧不是说 你聪明不聪明 才能得到 因为你一定要乱 然后去 touch 这一段一定要走过 你才有人生的经验跟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